海浪拍打上岸 雪白色的細枝泡沫 滿布岸邊的黑色岩石 宛若蓋上一層癌白雪 冬季氛圍百分百 白色泡沫隨風吹拂 飄散紛飛 點綴寒冬中的海岸線 也落到一旁的霧瓦上 有如降下片片雪花 這是澎湖小門的吹雪奇景 強烈冷氣團來襲 加上東北氣風強勁 造就這奇特景象 遊客看到都覺得好新奇 風很大 然後很多泡沫都這樣子被吹上來 天天島上面都是泡沫 地板就是有一小塊小塊 像積雪的感覺一樣 當然導遊跟我們講說 這個冬天來這邊 就有那個趴貓會上來 像下雪一樣 但小門吹雪不是真的雪 而是美麗的錯誤 其實那是藻類啦 腐敗的一些植物啦 是 跟海水的混合啦 由於那邊的東北幾乎比較大 然後拍蕩的時候再翻腳 所以會變成泡沫 泡沫吹到岸上來 就變成類似雪花那樣子 澎湖是芳山地形 最高點的貓雨也只有70公尺 不太可能會下雪 浪花泡泡變成了偽雪景 成為澎湖浪漫的冬季特色 記者園用一圈澎湖採訪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